二十省拉閘限電 蠟燭買斷貨 出門要穿反光背心 電方蔓延北京 當局將補供電列為政治任務 恩惠說 百多名中共士兵越境 毀壞橋樑設施後撤離 法國報告說 中共用瑞典做入侵試驗場 中共發射衛星連續失敗 火箭殘骸帶入港西鄉鎮 9月30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舒儀 近期大陸二十個省市自治區 出現拉閘限電 企業停工限產 東北三省的民生用電亦都被停 民眾苦不堪言 瀋陽瀋北新區和混南新區部分區域 限制供電 部分路段交通信號燈熄裂 造成交通堵塞 甚至運輸及汶南新區 一樣成事故 一些地區不單止停電還停水 而且事發突然沒有事先通知 有民眾因此兩晚上沒有飯吃 瀋陽一名孕婦 9月24日告訴財新記者 高層住戶上樓很困難 外孕婦爬了24樓 24日 遼寧彭輝駐業有限公司 因為限電發生高爐煤氣中毒事故 23人因為接觸煤氣有反應 除了全部送遠 26日 一份來自吉林市 新北水務有限公司的停電通知說 不定期、不定時 沒有計劃、沒有通知停電、限電 這種情況將持續到2022年3月份 停電、停水變為常態 26日 一個陸像顯示 吉林省、延邊州敦發市突然停電 導致一家四口困在電梯裡長達45分鐘 給幾個小時 如果一點也不給市民存在的話 那就一點也不忍 《新經報》27日報導說 東北多地出現拉閘限電 當地居民在限電下生活的詳情 被逐漸曝光 報導說一家公司職員 搜羅了周邊5公里的超級市場買蠟燭 但是發現很多地方已經瞬間斷貨 同時有民眾的手機只有2G信號 沒有發自上網 更有民眾表示自己生平第一次見到所在城鎮停電的樣子 形容當時七口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並建議有人出門要著反光背心以免被撞 大半個中國鬧電方很快都波及到北京 中國國家電網有限公司9月28日召開緊急會議 將保供電作為目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務 根據中國國家電網北京市電力公司 及國家電網總公司網上營業廳公告 北京市部分地區自9月27日至10月8日期間 將計劃檢修導致停電 範圍涵蓋、城區、朝陽、海定、通州、門頭溝、房山等 路過供電局的部分核區 其中位於北京市中心區的前門街道辦事處 草廠、西社區、居委會核區內 洪福和樂胡同的9座院落 將於29日上午7點到傍晚6點停電 長達11小時 北京停電的消息引發網上熱議 網友嘲諷說電缺到這個地步了嗎 終於迎來北京停電了 希望首都人民不要衝動、要克制、要拿出外國熱情來用外發電 據大陸介面新聞報導 北京這次停電是計劃停電 國家電網客服人員說 煤電價格居高不下 導致發電廠電力下降 供需形勢緊張 北京的停電通知很快引發輿論關注 隨後中國國家電網北京市電力公司 28日發表緊急聲明 否認電力緊張的說法 聲稱這次停電是例行維修 進行電網升級改造 但國家電網有限公司 當日召開保障供電緊急電視電話會議 黨組書記新安保說 要將電力補工工作作為目前最重要、最緊迫的政治任務 以應對即將到來的十一假期和冬季電力供應 BBC分析中國這輪電方可能有三個原因 電力需求增長過快導致的供給相對不足 電煤價格上漲以及受到商控政策影響 其中電煤價格上漲導致發電廠嚴重虧損 降低發電量、備受關注 證券時報援引業內人士說 火電廠發一度電虧一毫多 已經虧了一個幾月 電廠都沒有滿負荷發電 此外 煤炭曾經是澳洲向中國出口的一個主要商品 但中澳關係惡化之後 中國停止進口價格便宜的澳洲煤炭 導致國內煤炭短缺 影響限電的另一個原因是能耗商控政策 8月中共國家法改委曾發布一份關於能耗商控的文件 點名江蘇、廣東、青海等九個省的能耗強度不降反升 浙江、安徽等十多個省的能耗強度降低率沒有達要求 9月上旬多個地區企業 相繼收到強制限電、限產、停產的通知 限電時間可能會持續到9月底或10月中旬 也有可能會持續到年底 雖然國內已經亂到一團糟 但中共也一直沒有停止在周邊野事 近日印度傳媒報導指 有百多名中共士兵越過邊境 毀壞附近的橋樑和部分設施後撤離 令中印邊境局勢變得緊張 印度傳媒《經濟時報》The Economic Times 9月18日的一篇報導披露 今年8月30日 百名以上的中共軍人以及55匹軍馬 遇過團軍拉山口 來到距離中印或定邊界 大概5公里的巴拉霍蒂附近的非軍事區 並在該地區停留了大概3小時 當地人隨後向附近的印軍邊境巡邏部隊報告了相關消息 報導指 當印軍的邊境巡邏部隊抵達該地區時 發現中方軍人已先行撤離 但中方軍人在撤離前損壞了該地區 包括橋樑在內的部分基礎設施 印度軍方橋樑在該地區附近增加部署軍隊 以防發生意外 2020年5月 中印雙方士兵在石金北部中段發生過肢體衝突 之後有多次磨擦事件發生 之後中印雙方經過10輪軍長級會談 最終在今年2月21日發布聯合聲明 宣布雙方軍隊都從喜馬拉雅山西部有爭議的班公錯邊境地區撤離 中印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才暫時得以緩和 但能否達成長期穩定備受關注 近日法國國防部所屬研究機構發表報告 詳細披露了中共正在全面滲透全球威脅世界 這份報告長達646頁 歷時兩年經過50多位專家的參與 以及調查研究才得以出路 在整個調查過程中 該團隊的總負責人 特意避開了在法國的所有親共的學者 漢學家、研究機構和政客 最後指定由法國軍校戰略研究學院的院長尚潔維爾梅 以及情報及中國問題專家夏宏 來共同讚寫這份報告 這份報告強調了兩點 第一點是區分中共和中國 指出中共不是中國 第二點是報告認為 中共的擴張戰略正在發生一個大變化 從之旅於博得世界的外帶 轉變為令世界感到懼怕 報告發表後在法國引起轟動 《紀元頭條》在前期節目介紹了這份報告 四大部分的開放 在今天的《紀元頭條》裡 介紹報告的第四大部分 也就是中共如何滲透台灣、新加坡、瑞典 以及加拿大的具體示例 我們介紹其中的瑞典部分 報告認為2018年前後 中共開始廣泛使用戰狼式外交 同時選擇瑞典作測試 近日中共駐瑞典大使貴重有 被爆已在9月24日離任 瑞典傳媒表示 會想念他的人不多 貴重有自2017年上任後 曾多次恐嚇瑞典記者、智囊、政治人物 甚至政府 他的激烈舉止 令平常不合作的政黨都聯合執政黨 要求將他驅逐 貴重有在任期間 中國和瑞典關係大大惡化 他本人亦被視為戰狼式的外交官 在法國的報告中 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觀點 就是除了貴重有掀起的軒然大波之外 在更深的層面 瑞典可能是被中共政權選中 在向全球發難砸之前 提前測試其更具攻擊性的戰略 對於這一點 瑞典國內曾經有過討論 那麼中共為什麼選中瑞典呢 報告總結了下面幾個原因 一、是瑞典這個國家的大勢剛剛好 足夠小 小到即使出事 也不會對中共政權造成威脅 但這個國家的影響力也足夠大 至少對歐洲來說是舉足輕重的 二、在全球範圍內 瑞典在捍衛民主和自由方面名列前茅 例如在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派行中 瑞典每次都是前五名 而中共則住在另一極端 每次都是倒數五名 可以說瑞典是民主自由的象徵 是中共要打擊的典型 一旦北京得手 這就意味著西方自由民主基石的動搖 第三 瑞典也是批評中共迫害人權最多的國家 在這點上 中共要令世界知道 批評中共是要付出代價的 另外 瑞典也是中共在某些領域的競爭對手 特別是5G產業、電磁工業、卡車工業等 同時中瑞之間之前也有幾次磨擦 例如中共綁架瑞典公民桂民海事件 以及中共拘押瑞典人權捍衛者達林 並強迫他電視認罪 第四個原因是瑞典為維吾爾、西藏和法輪功 受迫害群體提供政治庇護 並且在2018年9月接見達賴喇馬等 這些人都是北京政權的主要打擊目標 報告說北京政權的目的是要令瑞典屈服 同時殺雞警猴向其他國家發出警告信號 特別是歐洲國家 但最終中共的測試徹底失敗了 瑞典頂住了壓力沒有屈服 而是做出了一系列有力的反制 例如瑞典是第一個關閉所有孔子學院的歐洲國家 瑞典還改寫了中國戰略並交給議會 以更好地抗衡中共的影響力 2020年10月 瑞典電信機構禁止華為和中興 參與本國5G網上的建設 報告總結說 瑞典的情況是中共試探西方世界的一次嘗試 出現同樣問題的還有加拿大、澳洲、英國和其他地方 各國情況的程度不同 但本質是一樣的 另外瑞典的情況亦至射出中共整體對外政策的轉折 就是從以前想要博取令人愛的有線形象 轉變為想要令人怕的戰狼式戰法 而對於這種戰法報告的結論是 這個將是中共戰略性的失敗 因為越來越多國家會站出來反對 進入今年 中共發射衛星及火箭出現高頻率的失敗 近日由一火衛星發射出現異常 有廣西網友發布了運載火箭殘骸墮落的現場片段 中共新華社9月28日發布簡短消息說 9月27日16時20分 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3日月 運載火箭發射試驗10號衛星 火箭飛行正常 衛星準確入軌 火箭飛行過程中衛星供放異常 具體原因正在進一步分析排查 而網友亦發布了火箭破碎後殘骸墜落的陸像 陸像顯示9月17日下午4時左右 火箭殘骸墜落到港西白色市得保縣的那甲鎮 竹榮鎮、龍桑鎮、燕銅香、龍光香、榮華香等多個地方 今年中共已接連在3月、4月、5月、7月 出現火箭發射失敗紀錄 就在兩星期前吉林一號高分寧易斯衛星的發射過程中 火箭飛行出現異常並導致發射任務失敗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愛雪兒明天見 尤其明天 譯明天見 無限明天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